今天是公安局 现在从自己到公安局这里来一趟 有什么事吗 那你当然你的身份证过来 我会大妹跟你讲 好吧 我发现你们这个搞诈骗的 能不能到智商高一点 好不好 怎么了 疫情在家出不去啊 你现在 怎么 有什么好笑的 说出来笑一下 说说大家一起笑一笑 不是你让我去办理什么案件呀 哎呀不办案件 还办什么案件 你就知道了 还办什么案件 真的是 有意思吗 赚钱啊 不用赚钱嘛 有没有意思 对呀 你看看 我在家 疫情在家 我也没钱呀 像我这种穷的在家 饭都吃不上了 我还想让人给我救济一点呢 那你要不要过来一起啊 你们总部是在哪里啊 对 总部在南北啊 你不知道吗 那你是 你是内地的吗 你是中国的是吧 哎 不要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 怎么了 想家了吗 想啊 没有钱啊 没有钱就想办法 啊 想办法回到中国 好好找个工作去赚钱 不要去干这种 哎 中国也没工作做过啊 天天疫情 三天两头 这里一起 那里一起 哈哈哈哈 我想笑 那不是吗 那怎么做啊 做屁啊 做 他妈的 三天两头 这里一起 那里一起 那人都要死了 他妈的 还工作 好了好了 那个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没有没有 不耽误不耽误你 声音很好听 声音 我想多听一下 啊 谢谢啊 那个 早点回国吧 啊 行行行 祝你身体健康啊 还要广静 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哎 你好 嗯 你好 陈永梅是吧 对 哎 你好 朝阳派所的 哦 你好 你好 您 您 您是不是住在这个 30号小七七号楼三单元602 对 对啊 您现在 家里面有什么困难吗 那我家里我肯定有困难啊 这都快四个月了 这也没收入啊 呃 上有老下有小 嗯 那那我们现在吃饭都都都有问题 老人吃药都都几个月没吃药 你房子里面都没给他 都没给他丢我钱 老人一打电话 我心里难受的不得了 哎 你说我的时候怎么过 等会等会 您现在房子里面有几个人啊 现在有我我和我丫头啊 我俩 您父母在哪呢 我父母这不是回家了吗 他不是我爸爸那个心脏病不好 回哪了 回河呢 看病去了 看病 看什么病 我有抹钱 现在又又又什么糖尿病 告诉谁呀 我 我听到现在我知识 我心里知识 难受 我现在我帮不了他 我自己命都保不住 社区这边 给你们解决一些困难了吧 对 昨天给我 昨天我买了个菜 我看那都是烂家伙 吃的也苦 刚好我肯定身体也不好 也吃不下去 我群里说了一下 然后昨天也给我送了一袋子 现在我肯定 我也没心情做 您是不是昨天在你那个三十四号一号群里面说的一些就是 对 我说了 都我说了 你说 咋了 我说的那些话都是我陈永梅说的 我知道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说的是实实 三个月 我们没有没有一点收入 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不了学 学费要交几万多 我现在人数保险里面我带的款两万多 我老人只要要要手术 无办法 现在我的家庭就是现在快都都都已经这老人小孩我都管不了了 怎么这三个月你们派出所都有钱 你们的当官的都是大老板能挣钱 我们老白人有钱吗 我们有收入吗 我们有吃的有喝的吗 我们一天有收一顶饭 有收两天一顶饭 我就是三天不吃饭 我的老人怎么办 这是我说的 这就是事实 我没说假话 有困难 有困难的话 您跟社区 社区那边说也行 我有困难 我有困难事主说了 他给我办了吗 这都三个月 我说了三个月 没人管吧 谁管了 我以前这个 以前电话 给他打了 给我个电话 打也打不通 那我跟谁说 你们实际的 你们领导哪一个说话了 给我们说一下 去里面或者哪个地方 跟我说一下了 给我们说一下 哎呦 困难找领导 你们领导哪一个出头 给我们说话了 哪给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了 你们就 你们的领导 就等着我们在这 是不是老百姓 一个人一个都跳楼死掉 你们的工作坐着就好了 是吧 哎 困难了人 不不不 你先 你先 多少人 你们领导 你们说了个啥 你们干啥事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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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说话 不是你说话 你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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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知道吧 情况就是你既然看到群里了 群里就是那个情况 哎我上游楼下了 现在我 现在我现在我以前开了个小广告店 我现在 我现在就是你们爸解封了 我的广告店也倒闭了 因为啥 我就是一个小印刷 这东西做广告的 现在那些东西都坏了 三个月打开不用了 现在东西都都坏了 我现在已经倒闭了 我现在没有生活的局地了 我生活就是这样的 我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我我 我一个女人带着 我又上又老下又小 现在我生活都没了 你们还让我说啥 我说的都事实 你们你们你们老板 你们当怪的有钱的拿着钱 拿着工资 你们就说让我们顶一下顶一下 你们拿着工资快好的 你们吃的好穿的好 啊 你们拿着工资带就吃 你们想外面跑外面跑 我们我们老板就在外面 在家里面没吃没喝的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解决问题了吗 解决实际问题了吗 解决到了吗 啊 你们你们说一说 对得起老板净吗 你这当个的是不是恶霸 是不是中国的第一大恶霸历史 啊 你让我们怎么过 啊 说 你想让我怎么样 是不是想让我们都死了 老板净死了 你们才有光彩 困难的人死了多少了 你们都不知道脸齿吗 你们没长脸吗 我问一下你们的拖着的领导 你们没长脸吗 你们的脸是不是长屁股装装的 都没看见吗 老板净的死活你们都不知道吗 你们是不是爹生的娘娘的 你们没有老没小妈 你把你情绪激动一下 情绪稳定一下 我情绪可以好吗 对我的情绪 你那几工资拿着 你吃的好吃的好 你的组织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老的老的老的老小的小 现在我们没生活 我们以国没平 哪有计划给你们在的聊 你能不能先稳定一下 我稳定不了 我稳定了 那你能稳定了 要不然你们有钱的 我没钱 我没稳定了 我生活都管不了 我哪有稳定的 你现在跟我在这儿 我能定的保不了 你说我有啥稳定的 你现在跟我在这儿凶 你这个情况也不是我造成的呀 对啊 既然你不要说 你既然能跟我说 你既然能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说的是实话 哎 你想问的东西 我都是这样的 了解的实话就是 实实情况就是我说的 你能管得了就管 管不了 你就别说 哎 我们老百姓就等了事实吧 你们能解决问题的 那请你说话 我们解决不了 不要再跟我们打电话 该干啥干啥 把事实给老百姓解决一下 我们求的就是 只要要我们的实际情况 给我们解决 解决不好 你就别再跟我们老百姓聊 你们别要伤口要扎把烟 抢我们一眼死一样的啊 我不跟你说了 挂了